而两岸之间11月即将在大陆北京举办的APEC亚太经合会 我方将再次围请前副总统肖万长出席 也等于是说马席会确定破局 虽然肖万长办公室表示还没有接获相关的通知 但是传出总统府最快在今天就会宣布这项消息 由于肖万长很熟悉经贸外交等事务 这也是他继去年印尼APEC之后 连续两年代表我国出席 不过府方原本希望这次的APEC能够促成马席会 但先前因为有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涉嫌陷密案 以及9月底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外重申一国两制 都被视为马席会破局的主要原因